到底是誰沒禮貌啊 而且竟然出出來這個泡麵的 這一段短短的對話 哎呀 我都沒有辦法吃午餐 我吃的是泡麵啊 美國方面竟然連頓飯都不請我們吃 真的是 這個一點待客之道都沒有 你怎麼看現在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小粉紅很嗨喔 硬氣 豪氣 霸氣 解氣 福氣都出來了 而且據說人民日報很快做了一個梗圖 今年的辛丑年 白白的都是辛丑年 想當年我們簽辛丑條約 但今年看看我們的官員硬起來了 今年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中國方面小粉紅很嗨啊 可是會不會想太多了 老師怎麼看 沒有錯 其實我會從中國這個梗圖開始講起 我們都知道說 事實上兩個國家的這種外交的會晤 一定都有具體的安排 之前例如會前會 會前會都會確定好 我今天的議程是什麼 然後再來一個人講多久時間 開放多少時間 然後大概怎麼樣怎麼樣 每一場都要安排 包括什麼 包括午餐晚餐到底要不要吃 其實都一定有安排 所以我說這個根本就是挖洞給美國跳 我百分之百 這我相信大家 有點基本的外交經驗 一定都知道 不太可能說 到了那邊跟你講說 我午餐晚餐都沒有 你們自己想辦法 要去阿拉斯加幹嘛捕鮭魚嗎 還是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當做這個梗圖出來 而且是很迅速的就做出來的情況 基本上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其實已經在啟動所謂中國式的這種民族主義的操弄 那果不其然 其實你看那個過程當中 這個中國的媒體 開中民意起手是就是說美方嚴重超時 剛剛看那個畫面是布林肯斯兩分二十二分二十五秒 一般算大概兩分三十秒左右啦 他超時三十秒 因為本來的agenda setting是一個人講兩分鐘 所以兩四個人就大概八分鐘 然後加上翻譯大概半個小時之內讓媒體拍完結束 結果王毅沒有錯 布林肯超時了三十秒 結果這個楊潔篪就一發不可收拾 一口氣講了十六分鐘多 將近十七分鐘 請注意這還是只有中文而已 對加上翻譯 翻譯有他在說加上翻譯一共是半個小時 如果說三十秒是嚴重超時 那三十分鐘是什麼 這是超越太空嗎 還是什麼 而且感覺他根本就準備好要講那麼久啦 我覺得這樣子楊潔篪 他是一發不可收拾的狀況 這有幾種可能性 我們在看到說 其實我們還原這個過程來看 我們都記得這樣禮拜都有去關注說 事實上在前一段時間當中 美國其實布局的非常綿密 從這個拜登的跨的四方會談到美日的2加2到美韓的2加2 最後才上演這個美中的2加2 其實前面美國政府已經布局完整 那中國自己很清楚 他這場阿拉斯加斯行是這個這個胸多吉少 不小心回來可能還要那個提人頭去見 楊潔篪知道王毅一定知道 這兩個都是酒精沙場的老外交官 那問題是怎麼辦呢 全世界都在看他又不能不去 所以想到的話當然就是出口轉內銷 我高度相信楊潔篪跟王毅特別是有備而來 而且就是一個黑的一個白臉 那楊潔篪的演出真是讓中國的小粉紅們 非常非常的激賞 嗨到最高點 真的是嗨到最高點 那楊潔篪16分鐘的內容 我相信有興趣的都已經知道 他當然最有名的就是 最有名就是這句話了 這個口號 就是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對 這最有名就是這句話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這已經還這幾天可能還有做成什麼T恤 做成各式各樣的商品 在中國熱賣 那這句話是這個這個楊潔篪講的 我剛剛那張圖是這是梗圖喔 他下面是人民日報 就是事實上在這場會晤後不到兩個小時 我印象中一個多小時 我就在人民日報的微博上面 看到了這張梗圖 接著王毅也講了 王毅講的是這個 美國的老這個老毛病要改一改 就是美國居高臨下 然後移植氣死 然後你看下面人民日報 對 所以這梗圖這三連發還沒完 最最有名也最讓讓這個 三連發喔 讓大家網友們引起廣大討論的是這一張 上面是1901年的這個薪酬合約的會場 那下面是2021年也是辛丑年 今年的美鳳美中2加2的會場 又來了人民日報 所以其實你會知道這種東西 一定是事先有所佈局 有所安排好的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結果 該怎麼說 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你會看到說美國 他其實還是忍住了啦 忍耐住了讓讓王毅講 哎讓楊潔篪講完16分鐘 楊潔篪講完16分鐘 他轉頭問跟王毅說 王毅你也講一講吧 因為楊潔篪官比他大 你也講一下 結果王毅還說那個翻譯先翻 那個翻譯本來要翻了 結果這果然果不其然喔 這幾天在中國的微博上面 最紅的還不是剛剛以上看到這種 最重的就是這個翻譯 這個翻譯叫張晶 那他是這次的翻譯 他其實坐在楊潔篪的左手邊 大家戴口罩被擋住了 說他長得很像趙薇老師 我們看一下他被號稱 對他被號稱是中國最美的翻譯 長得很像趙薇喔 他長得很像趙薇的這個 就號稱中國最美的翻譯 然後就小粉紅們連說 你看我們連翻譯都打敗了這個美國 那他他這幾天到昨天為止 微博的點擊量是兩億次 兩億次啊 對在稱讚這個翻譯 那小粉紅明書新大爆發 其實你會看到那個楊潔篪 他其實已經講到火都上來了 他還講到說有什麼好翻翻啥呢 不要翻的意思啦 沒禮貌 對結果是反而是布林肯 人家美國的外交官就是比較大氣 人家布林肯 他講說 就是說這是一個 對這個翻譯的試驗 然後他最後還講說 應該幫這個翻譯 就像張晶應該幫他加薪 雖然他的氣氛稍微緩和一點點 可是你從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看到說楊潔篪整個是 有人認為他脫稿演出 有人他有備而來 但是不管他就把美國 從頭到尾數落了一遍 而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讓小粉紅們 非常非常的興奮 非常非常的這個振奮 就覺得剛剛講的 硬氣豪氣霸氣 解氣福氣 講到最後都沒氣了 你看看 這個情況之下 你會知道說 中國在面對這一場當中 有多大的壓力 而必須透過出口轉內銷的方式 來化解 這場可能是這個面對美國 沒有沒有一種好的過程跟談判的一個結果 可是我還是覺得喔 這個人民日報的梗圖 做的其實真的不太好 又回來看這一張 1901年薪酬合約 這張對照起來真的很有 我們先看這個薪酬合約的狀況 大家都知道薪酬合約為什麼會發生 其實1900年的這個庚子全亂 八國聯軍之亂 被迫割地賠款坐在那邊 那時候是沒有錯 你看這一大群都是那八國的外國人 然後中國人都站在後面 那個戴帽子的這一小些 這些才是中國人 所以虛辱的在後面 大概只有李鴻章坐在最前面 這樣的狀況 可是不要忘囉 1901年的薪酬合約 是因為前一年八國聯軍 而八國聯軍的原因 對是因為義和團嘛 就是庚子全亂的狀況 那你拿一張這個當時 你這個中國當時等於是這個戰敗 然後被迫屈辱簽署合約 來跟現在比 其實想一想 這真的是牛頭不對馬嘴 但是想怎樣 是想說搞不好是預言 因為接下來搞不好真的八國聯軍 在想說這個薪酬合約 這之前八國聯軍 那你看現在的氛圍 你看那個小粉紅的狀況 像不像是義和團互體 像不像趙少康 趙少康哥最喜歡講的 這義和團嘛對不對 像不像那種氛圍 覺得中國現在完全站起來了 你美國不能再欺負我了 那種氛圍像不像 像不像當年 那個義和團神功互體的感覺 這只是開胃菜 我告訴你 我們後面還有正餐 對那這種戰狼外交的 這種民族的民族主義的氛圍 其實這樣延續下去 其實你會看到說 中美之間的對抗 勢必未然越尖銳 而且這件事情對楊潔篪來講 也是算是 我沒有要詛咒他的意思 可是 可是可是 對這個風險很高 為什麼 因為李鴻章 代表去簽薪酬合約 他是9月7號簽完的 11月7號兩個月就過世了 絕對沒有要詛咒他的意思 只是說中國 這個人民日報選這個梗圖 來講說 你以為還是120年前的中國嗎 可是真的那個那個有那個助衰的 不要不要這個冒險 好這是這樣的情況 那事實上 你會看到說 這一場的2加2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說感覺上到底誰得到面子 誰得到理智 雙方各說法不一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子 對於習近平或對中國來講 短期內在內部得到了穩定跟支持 因為你看小粉紅們拳頭都硬起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那個剛剛講張金有這麼多人點微博 待會可能還會知道說那個那件 這個中國人的T恤到底賣的多好等等 你會知道習近平短期內獲得 內部民族主義的一個汲取跟支持 可以幫助他穩定內部 但是這件事情 長中長期來看 你等於是讓美國完完全全領教到了 這個所謂的戰狼外交 所以我覺得這個總算開眼界了吧 他親自領教到了 那不只是他領教到了 你可能各個國家也看到 你連美國都敢動頭 都敢這個太歲頭上動手 那包括布林肯其實在後來才受不了了 他講的就講的那一句 講說不要跟美國對著幹 讀美國書從來就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以前是這樣 他講的是2011年 他跟拜登去見習近平的時候 就是這樣 現在2021年還是這樣 所以長期來看 看起來所謂的星巴國聯軍 或者是這種遺址氣死 對待國際社會的做法 確實會進一步促進 或加速這個美國跟盟國之間的連結 而這個連結 未來對中國的壓力 沒有最大 只有更大 所以還是要回來講這張圖 請注意看這張圖 真的不要操弄民主主義 讓中國又回到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我們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狀況 我吃